今天有很多位大法官 其实他们就是很政治任命 他讲都是政治的话术 而不是真正的东西 我觉得大法官现在已经不是 宪法的守护神 他是一个民进党执政党的守护神 大家排除掉那个政治的那个角度 回过头去看 武权是这样设计的吗 当你让行政权独一单独的强大 没有任何人能够监督他的话 下一次他回过来摧毁的就是民主 我们今天是朝向那个方向在走 这是汤德忠大法官他所说的 他上课所引用的例子 所以今天大法官他就是单纯专门在 为执政党要的东西量身顶坐 那你说这样一连串下来之后 我还没有办法回过头去 对这几个大法官尊敬 其实我觉得是有困难 我会对他们当年我对他们的崇拜 是一直在打折 其实我今天在 在咨询的时候我讲一个点 我说读书人要有读书人的风骨 你今天读书人不管怎么样 执政者是谁 或者是谁对你有一个 就是他有一个他才 就是权位高 然后或者是那个怎么样权力多大 这个时候其实读书人他就是要出来 帮忙讲话 这才读书人该做 但是我今天看到的不是 是我今天看到是很多读书人 他就是为了自己的位置 然后去附和目前的当权者 那这个都不是我乐见 那我今天我也讲 我说民主国家政党早晚会轮替 那有一天如果说政党轮替 假设国民党执政或假设民众党执政 我说我也不要任何一个政党 他是以极权的方式来统治的国家 那你今天宪判制修到今天这个样子 当然如果民进党他可以万年执政 因为他掌握所有的东西 司法也掌握 媒体也掌握 什么都掌握了 他可以万年执政 那他就继续爽下去 但是如果今天换一个政党上去执政之后 你民进党的这些信徒们 或民进党这些政治人物们 你能够忍受另外一个政党 来集权统治这个国家吗 如果你不能忍受的话 那你又为什么放任自己的政党 在集权去统治这个国家 如果真的集权这么好 那你今天就去世界上 还有很多集权国家 你们就去那里就好了 为什么要自称我们是民主国家 自称自己是民主进步党 就干的事情都是不民主 更不进步的事情 我的评价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民进党 他这一波这样操作 你就想日本执政党大败 输到脱裤子 就他的执政联盟是根本没办法过班 英国也是啊 对那大家想 他之前都执政很久了 自民党更别说从战后之后 他到现在他们实体执政时间 是非常长的 那英国也是保障执政了15年之后 输到脱裤子 那你之前所弄的方式 你如果反过来人家弄你 其实刚才献哥讲到的关键 本来应该是己所不欲勿施欲的 因为大家有一个留个底线 而且我们的宪法本来就是 比较希望说大家是合作 就他不是他完全你完全踩破底线的结果就是 你必然未来 如果未来人家新崛起的一些政治势力 用同样的方式打击你的时候 那你就15丈生之低 是啊 对真的是这样 而且人家用起来是不会手软的 因为你这样用我 我用你是刚好用 我也在执行你所谓的民主不是吗 对这照他们的规范 这个今天吴思瑶的态度跟意识 还有包括你讲钟嘉宾 我看这块吐血 就他们的意思是说你看 你们就是一群违宪的犯人 所以你们应该要做违宪的更生人 我想说你 吴思瑶你这种话你讲得出嘴 其实今天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点 就是他们有请两位律师来 那他变成说 执行就是那个不管 秘书长讲什么 周外南秘书长讲什么 他就叫那两个律师来批评 对 但这个以前不是没有例子 但是极为罕见 那我今天我也是质询 我说钟嘉宾或吴思瑶 你们是对自己那么没有自信 我们一般在质询官员的时候 我们就是自己好好的质询 或是我们的助理准备一些 要让我们质询 我绝对不可能叫找律师 站在周外来旁边 然后K周外来 或K哪一个官员 所以他这个逻辑很怪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是不是 我下一次我要质询官员的时候 那我就叫两个 也找两个律师 是这一方面的律师 然后来跟我一搭一唱 来修理官员 所以我认为不好 但是这个问题不是在律师 因为我刚刚有讲了 我自己是律师家庭出身的 律师本来就是受当事人委任 去为当事人做事 这是他们律师的天职 所以今天的问题 不是出在到场 说周外来不对的那两位律师 今天是说你民进党的政客们 你怎么可以去玩弄 这些程序上面的手法 去羞辱周外来 我今天我看不下去的是这个点 我看罗志强讲的 民进党就是这种惯犯 把你手脚剁掉之后 再丢到你面前来 再把你吊起来恶心一顿 就是要示威 杀人就要立威 残害人就是要立威 然后告诉你说 我民进党就这么嚣张 你跟我作对 你就是去死一死 其实我的感觉是这样 很恶心 这个很恐怖 我觉得以前 国民党执政的时代 它让民进党可以壮大 就让民进党不同的声音 可以出来可以壮大 然后但是民进党执政之后 其实它不容许有不一样的声音 其实我们每一次 有不一样的声音出来 我跟你讲 我那个脸粉砖或什么私讯 都被洗版了 就一堆什么抗中保台 骂我什么 骂我中共同步人 而且我跟你讲 这洗脑绝对有效 因为我最近收到一些 是以前司法圈的长官 或朋友 他们传给我的讯息 都是在讲说 现在国民党就跟 什么引入共产党 要来执政 我在那边我就想说 你看连真的 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 对 但是因为他们今天 看到的媒体 总是这样告诉他们 所以他们认为就是这样 那我就 我也是跟以前的长官解释 我说我自己的家庭是 像我爸他是生绿的 所以我小时候在家里面 看过这些 许国泰的旅秀人 这些人他们都跟我爸爸有往来 但是我今天到立法院 或我在国民党团 我真的没有看过任何一个国民党的人 在任何一次会议里面说 习近平万万岁或中国多棒 我们要引入共产党 都没有人讲过这个 大家谈论的都是国内的政治要怎么办 修法要怎么办 那甚至会谈论到两岸关系的 大部分也都是讲 希望能够尽量维持现状 两岸和平 我听到的所有一场会议 我听到都只有这样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却可以被这些媒体去洗脑成 只要不听民进党的话的人 就一律是中共同物人 你看谢国良竟然被讲说什么 被曹新城说什么 会开放让基隆让共军登陆 所以你不觉得是荒谬吗 你海岸巡防是谢国良管的吗 港务局也不是 基隆航港也不是 海军署也不是他管的 然后海军也不是他管的 所以你就是这些无脑的 无脑的家伙在那边带风向 我真的想说 你是不是觉得 是不是大陆的干片 还是大陆剧看多了 觉得古收的县长 就养一批什么壮丁 然后每个人都配枪 做防卫什么 其实这些人真的 可能要去看一下身心科 到底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不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附路 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 动铃密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